嗨,我是基基,今天我们要来看那休斯顿房产,是我身后的这个 这个房子是一个highline这个建筑商的样本间 这个样本间的宽具是65尺的 我们平常来说一个房子好不好或者高端不高端 通常情况下按这个房子宽具的尺数来算 这边是一个65尺比较小豪宅的入门款了 这个房子我很喜欢是因为它在南Kili旁边的Forsher这个区域 是一个新的社区,社区的名字叫Jordan Ranch 并且它这个房子是一个很大,很高挑的大一层 这个学校是一个新学校 所以学区来看现在是没有什么评分的 不过呢,它之前的那个学区是个Kili学区 现在的学区是喇嘛儿学区,是不一样的两个学区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房子,扛按一下咯 这个也是一个360的视频 这360视频上下左右滑动 就可以看得到整体的一个感觉 我就在您的视频后方 这个房子是3100尺 然后它有四个卧室也可以做成五个卧室 大双开门,一打开门就是非常宽的一个感觉 里面很宽大很深 然后这边是一个书房 因为Hai Lan这个建筑商的风格的问题 所以它每一个燕门间的家具的构造都是色彩斑斓的 当然了我们看房子还是主要看户型 我先把家具这些东西抛到后脑勺 先看一下整个户型的感觉 我觉得这边这个房子是一个 理论上它应该是一个主餐厅的空间 但是它做成一个跟小会客室一样的地方 那就很舒服 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另外一个空间 如果你觉得视频不够清晰 点击视频上方的三个小点点 就可以把它切换成画质 然后点击高级点击2160S 就可以看得到4K高清的360视频 上下左右滑动屏幕 就可以看到360度的整体空间感 这边是一个最终价格在70几万的大一层 谁说一层就不能漂亮高挑又高端 这个一层就超级漂亮高挑又高端 我觉得Highline做一层的户型是做的最好的 可以是我心目中的No.1了 上下左右滑动就可以看到整体的户型感觉 点击视频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点击画质点击2160S 就可以看到超高清的4K视频 那我们现在就去这边看一下 这边是另外的卧室空间 洗衣房 洗手间 再往这边走呢 有两个卧室 它每个卧室的条高都是比较高的 所有的条高都有13个feet 最高的地方应该有15个feet 然后现在看到的这个床呢 是一个twins 也就是不是一个queen 这个床其实比较小 然后这边是这样子的 另外一边呢 还有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就比较大了 现在这个床是一个queen的床 这两个房间都是共用一个洗手间的 洗手间就是过来这个洗手间 这边的洗手间 然后呢这个位置是车库的位置 那边或者车库的位置 这边这个位置是一个家庄的位置 这个家庄您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 如果您不选择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没有这个房间的 这个房间就自然而然变成了一个车库了 现在在休斯顿现在的市场环境当中 其实新房子的建筑商已经有松动了 可是呢由于现在很多新房子建筑商的成本 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们硬可不盖了 他们也不会亏着盖吧 然后因为这边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带窗户 旁边就是主卧了 每一个highline的亚门间 都有一个自己的主题 这个主题基本上就是墨绿和粉的主题 这种感觉是比较好的 上下左右滑动屏幕就可以360度的看到 整个户型的感觉 我就在您的视频背后 然后您要是觉得视频不清晰 点击视频上方的三个小点点 点击画质 点击高级 点击2160s 就可以看到4K的高清视频了 你看这个大窗户好喜欢 因为你在这个大窗户这边阳光特好 在这儿放一镜子 在这儿化妆 那简直是自然光不要太好 这个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好多女孩应该都喜欢 然后再往里走是一个walking的 里面遇见 由于highline的这个建商 比较新颖的一个户型设计 所以我觉得就是年轻人应该更喜欢 当然了好的户型是不分年纪年龄的 对吧 上下左右滑动屏幕就可以看到3D的看房视频了 我就在您的视频背后 然后呢我们再往这边走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卧室了 可是还有一个卧室 那个卧室在一进门的这个空间 双开的大门的旁边呢是一个放映厅 你看虽然它是一层 但是它也有放映厅 它每一个房间的空间感都保持的很棒 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走 大门的旁边是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挑高呢 比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两个客户还要刚高一些 这应该是在15个fit左右的挑高 然后呢这个房间都是套间 带着洗手间 并且洗手间带窗户 为什么我有时候会一再强调洗手间带窗户 是因为很多很多的客户的洗手间都是没有窗户的比较正常 有的偶尔有窗户就显得特别的珍贵 这就是一个超级漂亮的大一层的构造 你喜欢这样的大一层吗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大一层 就请联系积极修登地产团队 我是积极加关注我们 或者是加上微信给我们打电话 联系我们吧 我们下期360全景看望视频再见咯 我的视频频道是不是跟别人特别的与众不同 如果你想提任何的意见和建议 欢迎留言告诉我 下期见拜拜